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经文中却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 诗人透过这首赞美诗 祷告祈求上帝继续祝福以色列 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想要得到更多的好处 既然如此 那这个祷告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六七篇 诗篇第六十七篇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 地的四集都要敬畏他 感谢神 在世人的心中 有一个更远大的盼望 那就是希望其他的国家 最终也都能因为 以色列所发出的光 而认识神的救恩与美好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更多认识神 亲近神 生命就会被神的爱改变 与光照 相信也就能因此吸引更多的人 看见生命的亮光哦 今天也让我们一起 将这段经文拜起来 后多读几遍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爵苏 求你光照我的生命 并且帮助我 可以将你的光 传递给更多的人 祷告奉耶稣寄度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的生命 能够发出爱的光彩 温暖身边的人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